大家好我今天又是来修机的一天天选啊 又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款系列了 说是插电指示灯不亮 一试 主板短路 那不用一试了这一款我跟你说 就那显卡供电老容易烧了 上个星期咱还录了一期这一款的维修视频啊 其实也修了蛮多台了这个礼拜 先把电流调小 先来小电流刺激一下 OK插电就是这个0.05A大电流 并且这个电压一进去就被瞬间拉低 这就是明显的大短路了 直接给他开拆吧 先拧下背面的所有螺丝 然后打开背板 这款的还是比较好拆的 螺丝拧掉之后背板直接一翘就可以掀开了 拆下背板可以看到这个相当熟悉的布局啊 先把电池给取下来 然后打开散热器 我去折个散热 本来人家散热就差 你还把人家给擦掉了 这怎么 他这个原装的应该是导入的凝胶 他把它全部给擦干净了抹上了硅脂 这个做法不可取啊 大家千万别学 OK直奔主题看一下公共点 完全短路 组织是1 显存的还正常 核心呢也是1 你说这不巧了吗 所有判断应该是核心供电这五个MOS管其中有一个击穿了 还记得怎么撤吗 撤一下每个MOS管的积极 也就是他的第一角 如果他击穿了你就能看到不一样的数值 看吧 现在有一个数值就只有23了 那就是你了 最后一个也是400多 是倒数第2个 这个MOS管击穿了 既然确定了问题 直接把主板给拆出来 上一期修这一台好像是最后一个机床 这次是倒数第2个 反正就这5个 每一个我都遇到过烧的 就好像现在修的比较多的 红7的 暗影骑士那一款 特别容易烧MOS管 而且它是CPU供电的MOS管 MOS管一烧 CPU就被带走 真遗憾 不知道有多少I5时代的处理器死在了那上面 今天 就是把这个MOS管给换掉 以及还有背面的斜控 也一起给换了 还有保护格力这边有个MOS管 肯定也被击穿了 像这种曾经大电流的 这种MOS管 80%都会被击穿 也要把它一起换掉 不换的话它可能会充不了电 就这三个 已经换好了 换的过程呢 上个礼拜路过了 今天咱就直接跳过 这个都不重要 换完之后再来测一号举级 供电的组织也回复正常 这个击穿的MOS管 它的两个G级组织也都OK 那么测着也没什么问题 咱就可以装机了 开机肯定没问题 测一下显卡供电 每一个波形是否正常 如果缺相的话还得继续换芯片 供电都没啥问题哈 还有这个散热 也得给它重新抹过 包括它的供电MOS管上面倒了电 给它全部电过 没有的话可真不行 这款散热真的是太当宝了 好了 点亮肯定是不在话下 成功显示 像这种的话完全不需要担心显卡会被干掉 显卡的核心供电 白烧不坏 核心很强壮 它能扛起19V的冲击 它不像CPU那样 当然了 这仅限于显卡的核心供电 如果是显存供电这样一搞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正常进入系统 给它下载一个烤机软件 看一下显卡能不能跑起来 显卡识别 肯定是正常识别的 也没有爆错 这个设备运转正常 是2060的显卡 前列圈 起飞 先跑个10分钟 看看温度情况 OK 现在10分钟已经很快过去了 温度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也没有撞功耗墙 这款频率还是比较保守的 没有解锁功耗 OK 来今天的重头戏 看看它的电池 电池有被正常识别到 还有95%的电 但是一旦把电源一拔掉 立马关机 这个电池就跟没有一样 跟上个星期录的那一期一模一样 这是由于华硕的电池保护机制 只要主板一大电流 电池就容易保护 锁死 它也不是坏了 既然是锁死 那肯定有办法解锁 可惜解锁程序来的晚了一些 这两年这种的修了应该有300台了 都是修完之后让人回去自己换电池 怪不好意思的 如果之前有修过 然后电池还没换的话 可以找我试一下能不能解锁 当然了 如果电池放久了 那可能真的是饿死了 那就不是一个程序能解开的了 这种电池还是比较智能的 它如果一路要短路 它有自我保护机制 不可惜 保护了就不能自动解锁 好 那继续进系统来看看 看一下电池现在什么样 96%了 刚刚还是95呢 可以充电了 拔掉电源 电池也可以供电了 好 那这个就很友好 不需要再另外换电池 OK 直接给它整机装起来去烤机看看 这边跑了又将近两个多小时了 依旧能稳稳的运行 温度 温度也在正常的范围内吧 像这种笔记本 动不动温度八九十 那一点也不奇怪 只要别撞温度墙 降频就行 电池呢 电池呢 这边也充满了